哈喽 欢迎学习爬城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把这个代码整理了一下 对吧 那么上几个好 有个地方代码写错了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就直接去解析详情页面的详情页了 对吧 其实还没有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这个UR的话 只是一个列表页的一个这样的URL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需要什么呢 需要先将这个列表这个页 这个URL先扔给getDetailURL URL先扔给他 然后在他进行一层解析 解析后把这个列表页当中 所有的那个电影的那个详情页面 再把它给提取出来 对 那么上几个的话 可能讲的太着急了 有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漏了 这个地方漏了 有点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是getDetailURL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得到的就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movie movieDetails Details 好 那么得到的 不是Details 是那个DetailURL 就是得到的一个人的详情页面的一个URL的一个人的列表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遍立这个详情页面的这个URL的这个列表 然后再在每个详情页的URL当中再传给他进行解析 对吧 需要这样做 需要这样去做 那么这个forDetailURL URL英神的DetailUetailURL 对吧 好 那么在这个下面的话 我们再去传给谁呢 我们现在打印一下吧 现在打印一下 现在打印一下 这个DetailURL Ctrl加速保存下 然后的话 我们Ctrl加速保存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直在获取 对吧 那么在获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出了个问题 是那么什么问题呢 我这里边是打印的这个编码的方式 我先把它给删掉 好吧 就是我们现在好 我们现在是获取的总共是获取的那个几页呢 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现在我们在我们看一下发生什么样的错误了 好吧 他是说来着呢 他是说这个test等于这个response.content decode gpk这地方出现问题了 出现问题是因为gpk这种编码这种编码的这种编码的方式 不能够解析到某个地方 不能够解析到这个里面的某个字符上 不能够解析到这个里面的字符上 所以这的话结果有问题 那么是在哪个页面出问题了呢 对吧 我们刚刚在演示的时候是不是第一页 就是这个地方第一页和第二页的地方都没有问题 是什么意思吧 我们现在的话是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列表页把这个UR传给什么呢 传给这个get detailUS 实际上的话在这个get detailUS当中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出问题的吧 对对就是在解析这个列表页的那个想 解析这个列表页的时候出问题的 对对在调这个decode的时候出问题的啊 那么是在哪个页面出问题 哪个哪页出问题的呢 是有是第一页第二页还是第三页呢 这地方我们就来打印一下这个啊 来打印一下打印一下这个什么呢 打印这个s 打印这个s啊 那么为了做个区分 我这个的话就这样是打印啊 等人的话 乘上30啊 然后这样看着就会更加明显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到底确实是 确实是第3页出问题的呢 我们就把这个UR 把它给拿过来 先把上面这个系代码 先把它给注ですね 然后我们这边 再拿着下面这个地方改成那个什么呢 改成这个URL 然后把这个地方就把这个地方改成 consolidated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发传给我们的这个getdetailus这个地方 那麽就要对吧 执行一下可能加4 甭一下可能加上一下 是不是第三页的时候一直行就会有问题啊 对 那么我看一下第一页 第一页的话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啊 对 第二页没有问题 第三页就只有第三页问题啊 那么第三页的话有什麽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点击第三页来看一下啊 点击第三页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话有个字符转的话是 是确实识别不了的啊 确实识别不了的 就是这个gpk的方式确实识别不了 看到这里看到这个地方没有 这两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呃编码方式啊 确实是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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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的啊 就是这个gpk的形式也解析不了啊 gpk的形式也解析不了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就不要使用这个啊 呃我们就不要使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解码了 呃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我直接使用啊 我如果直接使用这个test的话 他会去使用他自己默认的那个编码的方式进行解码啊 但是因为啊 跟我们这个电影天档里面的那个编码方式可能有点不一样 所以的话他解码出来的那些东西是一个乱码 对不对 但是乱码的话没有关系 为什么没有关系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第三页这个页面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列表页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只需要去解析这个每个电影下面它对应的那个url 每个电影每个电影 每个电影它的详情的URL 对我们需要解析的是什么 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解析的是 A标签当中的详情页面的URL 对这个URL 那么URL的话 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英文的 或者是数字的一个这样的字符上 对所有的话 即使这个东西它产生的乱码 那么对于我们解析 也不会产生的任何影响 对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我们这番就把那个东西 把它给删掉 把它给删掉 就不要使用GPK的方式 打击进去兼码了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把它给兼码出来了 把它给兼码出来了 其实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个request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这样的默认的兼码方式 我们来打按一下 不是那些我们这个Response 点击什么的encoding 来打按一下好吧 可能加索一下 它默认的编码方式 就是ISO8859-1 这个编码方式的话 用的就是那个什么呢 这个编码方式 用的就是那个 类似于 就是一个拉丁的一个人的编码方式 它是以那个一个字节来存组我们的一个字符 所以因为我们周文的话 要么就是占两个 要么就是占三个 要么就是占四个 对吧 或者占六个一个这样的字符 那么的话 它就会把我们的周文 把它给 我们的一个周文 按道理讲 两个字 两个字节来存组一个字符的 它就把两个字节把它给分开来 说的话就会产生那种乱 好吧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在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不用去 我们不用去管那么多 因为我们现在要去解析的这个字符上 要去解析的这个字符上的话 里面全部都是那个英文的英文字符 或者是那个数字 对吧 那么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可能有的同学就会想是吧 老师如果以后我要去解析这些周文 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的话你就 你也可以什么呢 你也可以先使用这个 先使用这个test 把它给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拿出来以后的话 再对这个里面的 再对你想提取到的那些数据 再给它进行一层这样的解码和编码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想要提取 我想要去提取这个中文对吧 那么我就把这个里面的中文 把它给拿出来 然后的话再给它进行 再把它给 再把它给什么呢 英扣的 再把它给英扣的 什么呢 UTF-8啊 然后再把它给低扣的 成那个UTF-8啊 或者是JPK的 再把它给低扣了一下啊 那么因为在我们的整个网页当中啊 它这个里面确实是存在了一些 就是我们这个里面不能解析的 那么如果你把什么呢 如果你把整个test全部进行解析的话 那么那么就会有问题的啊 就会有问题的啊 所以的话 大家以后再去解析这个资源的时候啊 解析这个编码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把你需要的资源把它给 你先用这个如果啊 就是如果这个网页啊 你才用那个UTF-8 或是JPK的方式都还不能够解析出来 那么的话 你就先使用这个test 拿到这个test以后 再提起出你想要的数据 然后再把你想要的数据 再使用UTF-8 或是JPK的 其实把它给进行编码和解析啊 那么对于那些什么呢 我们这个Python 不能够解析的这些编码 像这些编码啊 那么的话 你就只能把它给伤掉了 据说不要去解析了 好吧 不要去解析了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是那个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test啊 然后的话 我们这地方再来走一下啊 再来走一下 这里面我们来 来换取一下detail啊 这个叫做detail us 整个东西 对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fordetail啊 url 英什么detail s啊 再来导演一下 什么呢 来是这个detail url 可能加速度 可能加量一下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第三页当中 所有的那个电影的详情页面的ur 全部都把它给拿到了 对 没有问题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使用这种方式去解析啊 好 这个东西先把它给注释取消一下啊 然后的话 这些东西也把它给伤掉 把它给伤掉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详情页面的ur 相对是已经拿到了啊 拿到了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详情页面的这个ur啊 扔给这个函数 让它去解析这个详情页了 对吧 那么就是怕死啊 然后的话把这个detailur给给进去啊 好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啊 我就需要让它返回个啊 movie一个电影的字典给我 对吧 那么我这个就是movie啊 movie等于这个东西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去写那个代码 就是说去解析那个详情页面的那个数据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浏览界当中啊 然后的话 我们再随便点一个随便点一个进去看下 比如说我们点到第一个进去看下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什么呢 就是要把这个详情页的这个所有的一些证的数据 把它给请求出来 好 把它获取出来啊 好 那么我们首先要获取第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标题啊 这个标题 那么我们的话右键来检查一下 对吧 右键来检查一下啊 然后的话我们去获取这个标题的话 它是不是有 它是不是放在一个缝的缝的这个里面啊 对 放在这个缝的里面啊 那么接下来我要去获取这个标题的话 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只要去获取这个卡的等于这个东西的这个缝的 然后的话再调用一下它的这个test 是不是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里面的字符上呢 对 好 那么这地方的话我们就去写啊 呃 首先的话我们先去请求一下这个数据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还没把这个数据请求回来啊 先去请求一下这个数据 那么就是response isbns 由response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 呃 request.get 那是ur 那是那个headers heds 等于这个headers 对吧 heds 啊 诶 这是大写的啊 这个是大写的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啊 用那个response啊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需要给它 我们就需要使用那个container 把它给进行解码了吧 那么就是test 是等于什么response 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container 然后我们自己进行解码啊 decode 用这个gpk的方式进行解码啊 这个的话没有问题啊 这个的话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好吧 gpk的心事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将这个东西传给我们那个atml 来给它建立一个这样的 element的一个这样的元素对吧 那么就是atml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e3点那个什么atml 然后test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使用这个atml去去获取我们想要的数据啊 那么呢就是title等于什么atml.spath啊 然后的话这个xpass的话是获取那个fold对吧 并且这个fold呢它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它的fold它的那个card啊 card的话是等于什么呢 card的话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等这个东西可能加4e啊 然后的话来到这里面来啊 可能加4e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title 接下来我们来打按一下啊title 好吧 可能加4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我们 呃 第一个for 第一个for循环啊 是是用来控制什么呢 是用来控制啊总共有7页的啊 对吧 下面这个for循环是用来看什么呢 第二个for循环啊 是用来啊获取一是用来啊便利啊便利一页中啊 耶一页中是用来获取便利一页 便利一页中是用是用来便利一页当中啊 把所有电影电影的详情URL啊 这是第二个for循环当中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只要去我们现在做测试好 我们这个地方做测试打按这个title 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到 我们就只要把第一页当中的那个什么呢 把第一页当中的第一个啊 那个电影他的那个数据啊 他的那个数据啊 他的那个啊 数据把它给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好吧 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去便利那么多 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地方给一个break就可以了啊 给一个break 给一个break的话 他就可以将这个for循环马上推出来啊 这个地方的话就现在是break掉的话 就现在是只会获取到啊 第一页当中他的第一天 他的第一个那个啊 第一段下面这个breakbreak出来的话 他就是说只会去便利第一页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口证价子往下啊 然后我们口证价来看一下 呃获取出来两个对吧 获取出来两个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呃这个地方的话 直接打印这个title的话 看不到 那么我们将这个title把它给转 方黄方成那个呃资松把它给转换成字符上好吧 那么就是 呃for x intitle啊 然后是per print的一下我们的e取 pengen的一些 regarding tools 对吧 就这个encoding呃 这个首先将x扔下去 然后的话encoding是这个elsiele UTF-8 然后decode DCODE UTF-8 好 那么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标题 第一个的话就是标题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下面这个 就是一个广告的一个样东西了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相当是我们获取这个东西 还不准确 对不对 有可能获取到了多个缝的 有可能获取到多个缝的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怎么去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往上面再去找一几元素 我怎么去找 我只要找到这个DIV 这个 找到这个 看一下 找到这个DIV是等 class是等于title2的这个DIV 然后再从这个DIV下面去找这个缝的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找到到了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往上面去找一下 因为在这个DIV下面的话 这个缝的 看了等于这个东西的 这个缝的是不是只有一个吧 对 你就像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它绝对没有在这个里面 对 所有的话这样的话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获取到的 好吧 就算有些时候我们直接这样就获取啊 直接这样就获取啊 那么如果获取到多个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往上面找一集 因为往上面找一集的话 一般在这一个下面的话 满足这个条件的就只有一个了 对 好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啊 DIV 然后的话它的这个什么呢 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DIV title 二的对吧 class是等于这个TIDIV下方性二的啊 然后在这个下面再去获取那个缝的啊 可能呃 缝的里面的 好 可能加自我 可能加了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获取到了啊 对 这样的话就获取到了啊 这样的话就只获取到我们想要的那一个啊 缝的标签了 对 好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不是想要去获取这个标签 我们想要去获取这个标签 这个缝的标签下面的那个文字 对吧 那么的话就是什么呢 Test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了啊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把它给删掉 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再来打按一下 再来打按一下 Prent一下我们这个什么呢 啊 这个地方也是反馈的 是个列表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给它取个 下边取一个操作啊 Title 可能加锁子下 可能加了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这个标题把它给拿到了 对 把它给标题拿了啊 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来先来定一个movie的一个人的字典了吧 又来重组我们下面获取到的这些纸啊 一个字典 只要的话这个地方获取到的我们就把它给重组下来啊 Title 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title对吧 Title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去获取其他的数据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去获取这个什么呢 去获取这个图片啊 呃 这个发布时间的话我们就不去获取 因为这个发布时间是在这个电影天堂它的发布时间 对于这个电影来讲没有没有什么啊 绝对的没有什么意义对吧 只是对于这个网站来讲它可以排序而已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去获取这个海报吧 那么我们怎么去获取这个海报呢 又进来检查啊 呃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 嗯 通过这个呃 在这个下面的话是有那个什么的 一密指标签里面的话有这个src属性就可以拿到这个图片 对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去拿下这个一密指标签啊 那么这个一密指标签的话上面是没有什么 没有那些特殊的一些这样的呃属性对吧 就是我可以根据这个属性就可以准备的拿到这个一密指标签 对吧 比如说它有class啊 它有什么东西 现在是上面是没有对不对 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往我把它给再往上面去找一集 我们往往上面找一集的话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啊 啊 id是等于咒母的这个啊啊啊div啊对对 id等于咒母的这个div 那么我通过这个id等于咒母的这个div 再从这个下面去找到啊这个一密指 再从这个下面去找到这个一密指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张图片呢 对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自己来走一下啊 好然后的话下面是 首先的话我先去找到这个咒母啊 先去找到这个咒母啊呃为什么我先去找到这个咒母呢 主要原因哈是因为我这个把这个东西拉大一点啊 主要是因为哈在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咒母这个里面的话其实就已经囊括了这个电影详情当中所有的数据的啊电影详情当中所有的数据 你看我把鼠标放到这个id div上面是不是就囊括了这个电影当中所有的这些数据啊 对啊当然也包括下面这些东西啊 包括下面这些东西 包为什么我现在这个地方啊 因为哈因为这个咒母已经包括了这个电影详情当中所有的数据 那么我先把这个咒母先把它给取出来 那么以后我想要再去这个里面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直接通过这个咒母就可以去获取到的 对好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是说会更加方便一点啊 更加方便一点啊 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先去获取到这个咒母好吧 zoomadvent就是一啊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sml.spathchavaspath啊 然后是下面的那个什么的div啊 然后他的id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大写的咒母对吧 大写的咒母应该是这个吧 是这个没错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这个咒母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获取什么呢 获取这个咒母里面的这个啊 一米指标签那么的话就可以获取到这个什么呢 获取到这个啊海报了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一段就获取到这个海报叫做cover Cover 等这个咒母下面的那个xpassspath啊 然后的话是那个在当前面的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呃子送元送的咒 一米指标签对吧 然后获取什么呢 获取那个s hif啊 不是srf吧是src啊src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打一下这个cover好吧 打一下这个covercover啊啊 可不能加什么东西啊 可不能加来运一下 啊这个咒母这个东西的话 他反馈的是个列表对吧 我们这里面要给他取个零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反馈到了两个一米指标签 对不对 两个一米指标签啊 呃那么这个电影的话 我们现在获取到的应该是第一页 那么我们就不看这页了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页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 就是个全球风暴 然后我们点一下第一张图片 是不是就是这个全球风暴的这个封面图啊 对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点一下第二个啊 第二个的话是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这张电影这个电影 他的这个截图啊 电影截图啊 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这个电影的这个电影截图 那么这个电影截图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保存下来啊 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 哎 通过这个cover 通过这个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获取到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 呃 这个封面图 以及这个截图啊 对 好 那么这地方的话 我们叫做什么呢 给它取个名字叫做images啊 然后我们这个什么呢 cover啊 cov啊 就是这个缩的图 啊 就是这个海电影的这个海报的话 我们等于这个什么 images里面的这个0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这个电影截图啊 叫做screen scr em scrinshot啊 电影截的话是等于这个images 下面的这个一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分别获取到了 把它给分别获取到了 明白是吧 真的是意外的惊喜对吧 就是我通过获取这个海报的时候 哎 发现我这个里面还可以获取到这个里面的电影截图是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呃 分别把电影海报以及这个电影截图 已经把它给获取到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获取到这个两种两个东西以后 再把它给存入到这个movie这个字典当中啊 那么就是movie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cov啊cover啊 是等于这个cover啊 然后啊这个什么呢 movie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scr1 scr1 m啊 sr ot scr1 是等于这个scr1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些 两个东西把它给拿到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拿到这两个东西以后 我们再来往下面走啊 再往下面走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去获取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有那个 呃 年代呀 场地呀这些东西啊 那么我们右键还是来检查一下啊 还是来检查一下 这里面的这些数据的话 它是在哪里呢 它是在我们来把鼠标放在这边啊 来看一下啊 它是在我们的一个下面啊 它是在这个spam标签下面 对吧 在这个spam标签下面啊 所有的话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呃 是可以通过这个spam标签 通过这个spam标签 下面拿到所有这些东西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文本 这些字符上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电影 它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数据的 对对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获取啊 就是inforce 信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 首先它是在这个咒母下面 点x pass 对吧 那么我们要去获取的是那个什么呢 在当前这个标记下面啊 要获取这个test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这个里面所有的信息了 对 是不是可以获取到这个里面所有的信息了 嗯 在这个什么呢 咒母下面 我只要获取到这个咒母下面 他的子孙羊 他的子孙 他的子孙test 对不对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获取到这个里面所有的 这叫内容呢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吧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电影啊 他的所有的这个信息全部都把它给拿到了 对不对 全部都把它给拿到了啊 并且他反回哎 他反回回来他他反回回来的话是一个这样的列表的形式对吧 是一个列表的形式啊 他这个列表的形式的话是这样把它给分割了啊 把它给分割了 怎么把它给分割了呢 就是一行 他就是当作我们列表当中的一项啊 一行当作列表当中的一项啊 那么这一行的话就是列表当中一项 比如说啊 这里面是那个啊 这个是那个标题对吧 然后这个是那个艺名啊 这个是那个艺名啊 然后下面这个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片名片名对吧 片名啊 片名了的话这个是年代啊 这是年代啊 所有的话好 就是他他一项的话啊 就是说一行的数据啊 一行的数据的话 他就当作我们列表当中的一项 一行的数据都是就是当作我们列表当中的一项啊 所以我们想要去获取我们这些数据的话 是不是只要去取到这个列表当中的某某一项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取出来了啊 对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取一下啊 那么我们这个列是一个列表 那么的话我们要去取的话就去便利一下他好吧 info啊 info in什么呢 info s啊 info s啊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好我想要去取这个年代 那么我该怎么去取呢 我是不是直接判断一下这个info 它是以这个年代这个字符上开头的 如果是以这个年代这个字符上开头的 那么说明当前这一项 那么说明当前这一项的话 存储的就是这个年代的这个数据 对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办呢啊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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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lts 以什么的这个in stars 位置的话就是以什么什么开始啊 以什么什么开始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判断如果是以这个年代这个字符上可能叫c 拿过来拿到这个东西来 如果是以这个东西开始 那么我就知道啊这个info的话它存储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信息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下这个info啊 可能加此往下可能加来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获得到这个年代的这个数据啊 对啊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年代这些前面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的话我们就啊在在把这个数据啊存储到我们的这个啊字典当中之前 我们现在要把这些不需要的东西先把它给处理一下啊 那么我们这里话就把这个年代这个数据把它给删掉 把它给删掉啊 那么删掉该怎么删呢 非常简单啊 只要将这个爱的年代这个东西把它给替换成一个空白的字符上就可以了 对啊 那么的话我们就是啊 info啊 点IPLSE啊 info等于这个什么呢 info点IPLSE啊 替换一下把这个年代扔进去 然后把它给替换成一个空的字符上啊 接下来再打进这个info把可能加此往下可能加来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来到这个年代 它是那个2017啊 对啊 但是这个年代 你看到没有啊 这个控制台 按道理来讲的话 它顶格显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在这条直线上面对 而我们这个2017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在这里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左边是有个这样的空格 明白 所有的话我们现在还要将这个东西 就是说将它左右两边的这个空格把它给删掉啊 那么这次的话我们再调用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strip方法啊 sdrp strip方法的话就可以将啊 一个字符上的前后的所有的空格全部都把它给删掉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口诊加四方资料 我们再加来一下 哎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一个纯粹的年代的一个这样的数据了 对 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获取到这个年的这个数据以后再把它给重置到这个字典当中对不对 那么就是movie下面的这个什么这个年代 然后也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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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于这个info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呃 义户的画表现在是获取到了这个年代 接下来我再去获取一个场地 那么获取一个场地是不是也是这样发动啊 那么就是l if 啊l if 也要l if 啊如果他不是等于年代 那么我接下来在这方向 他是不是等于这个场地对不对 那么就是info.sdlts啊是不是以这个场地开始对吧 啊 如果是以这个场地这个字上开头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info就只能用到什么info啊 啊 点replace啊 然后是这个场地对吧 啊 点sdlts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打印些这个什么呢 info啊就是打印这个场地好吧 嗯啊 这个地方要给两个参数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场地 这个美国就也拿到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东西保存在这个字体当中 那么就是场地 场地的话叫做place 或者叫做country 一般它这个上面都是从的是国家 那么就写个country 是等于这个info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再来看到lifinfo.sdits 以这个什么开始呢 以这个类别 把类别 那么我们把这个类别也获取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样也是把这个代码 可能加c复制份 可能加v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是那个 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定一个行数吧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定一个行数 因为你每次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写同样的代码吧 对不对 不定义行数也可以 不定义行数也可以 那么我们不定义吧 因为第一个行数的话 其实代码也少不了多少吧 那么我们 就这样就讲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那个类别 是吧 那个类别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类别也拿到了 对吧 呃 这个地方我想一下还是要不定啊 是吧 因为以后如果这个地方一个规则改了 那么我以后要可能要改很多地方啊 那么如果我把它给定义成一个行数的话 以后就不叫那么麻烦的 好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定一个行数 好吧 点不叫做什么呢 pse pass 那个info啊 然后这里面的话需要传递一个什么呢 需要传递这个东西进来啊 需要传递这个东西进来 那么的话就是那个raw啊 传递一个规则进来 好吧 然后的话我们直接啊 然后我们直接啊 拒那个什么呢 呃 要传两个啊 一个是那个info啊 还有一个是raw 对吧 那么就是info点那什么呢 replace 然后是这个raw以那个空白字符 然后的话点sdip对吧sdip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这样去走就可以了 就是那个pse pass parsparsinfo对吧 然后是这个info 然后是这个把这个年代给进去啊 这个地方也是啊也是啊 那个passinfo 然后是这个info对吧 然后这个是那个场地啊 这个的话是那个是那个类别啊 info 然后是那个最类别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类别也获得到啊 那么的话也把它给存到自己当中对吧 那么就是啊 封类啊 category 或者叫做category吧 封类吧 c-a-t-g-o-r-y 等于这个info对吧 lif接下来还是什么呢 接下来的话还有是那个评分 我们就取这个豆瓣评分好吧 毕竟我们是那个中国的啊 这个mdb的话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这样的评分标准啊 然后是那个sars 然后是那个info的话等于这个什么passinfo啊 然后是info 然后是那个豆瓣评分 好 那的话我们在movie那个什么的啊 豆瓣 r-e-t-e-t评分啊 是等这个 等于这个info好吧 那么这个是评分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获得下这个偏长好吧 因为这个偏长的话也是比较重要的对吧 偏长啊 可能叫c 然后的话这边也是lif我们的info给sars位置对吧 这个啊 这个啊 然后是这个info是等于这个什么等这个passinfo 然后是info然后是各东西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movie里面的这个偏长decoration d-u-r-a-t-m 持续时间对吧 等于这个info啊 好 那么偏长也已经获取到了了吧 好 那么偏长获取到了以后 接下来再来获取这个导演啊 这个导演啊 我们加c 那么的话也是一样的事情对吧 一样的事情啊 lif这个info点sars位置啊 这个这个东西啊 但是info是等这个passinfo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info对吧 然后是各东西啊 然后movie里面的这个d-r-e-c-d-o-r 是等于这个什么的等于这个info啊 好 那么接下来再获取这个什么的演员啊 这个演员的话就有点特别了啊 首先的话先来判断一下这个sars位置这个什么呢 这个里面啊 这个演员 主演啊 好 这个主演啊 好 或者这个主演的话啊 同学们就需要注意了 为什么呢 这个主演这个信息有点特别 因为一部电影当中主演可能会有很多的啊 所有的话他就在每个主演里面啊 就是说每个主演他都会放在一行 你看一下啊 每个主演他都是放在一个新的一行 每个主演他都是放在一个新的一行 所以这时候的话 如果我们直接通过之前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只能拿到主演 这一行当中这个数据 下面的这些数据的话就拿不到了 明白是吧 我们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那么我们这边来 就是info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passinfo 而是info 就是那个主演啊 好 好吧 答案就是info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来一下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只能获取到第一个就是这个捷拉德巴特勒 这个东西啊 对 为什么下面的whatch不到呢 因为哈 因为下面的这些数据的话 它是存入到我们的这个字典当中的下面的位置 明白意思吧 呃 因为我们这边之前也跟大家讲过的吧 就是获取出来的这些信息的话 它其实一行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列表当中 就是这个info是这个列表当中的一项 那么我们这里面它有这么多行 那么这些后面这些数据的话 就是放在列表当中的其他项了啊 就是放在列表当中的其他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获取这些东西的话啊 我们要去获取这些东西 我们就只能从在当前这个基础之上 再来往下面去找啊 再来往下面去找啊 就是说在当前这个啊 从当前这个位置开始 再来往下面去便利这个什么呢 再来从去便利这个info这个函数 info这个列表 对再去便利这个info这个列表啊 那么再去便利下面这个info这个列 再去便利下面这个info这个列 再去便利下面这个info这个列表的时候啊 呃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对吧 我们便利到哪个地方合适呢 对吧是不是便利到这个呃 因为下面因为这个列表当中的话 还装了什么呢 还除了这个呃后面的这些数据哈 我我们这里话跟大家演示一下吧 不然的话我这样没有这个列表 这个东西跟大家讲 那就容易好吧 那么我这里面就不打印 然后我这里面啊 我这里面直接打印什么呢 直接打印是这个info这个啊 直接打印这个info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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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每一项都打印出来啊 现在相当是我们已经获得到的这个里面了 对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将这些数据拿到啊 要将这些数据拿到啊 要将这些数据拿到 那么的话你就是说要从当前这个位置开始 继续去便利我们info这个列表对 然后继续往下面去找继续往下面去找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呃就要往下面去找的 好吧 那么就是什么呢 呃当前这个位置是当前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是我们是我们现在要从当前这个位置 开始往下面去找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知道当前我们是处在 第几个位置的吧 对了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呃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另外一个函数来给包来吧给包装一下 就是叫做什么呢 一按由一卖的一下啊 然后把这个info给它扔进去 那么他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返回两个值 第一个值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啊信息 第二个值的话就是个下标啊 就是个下标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来做个区分好吧 来做个区分啊 嗯 啊 那个时候搞错了啊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这个index的话 代表的是你变定这个列表的时候的那个下标啊 info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变定出当前这个下标对应的那个值啊 对应的那个值啊 可以看到在第0个的话是没有认识是有数据的哈 只不过这个数据的话是个空白的自书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标题以及他的下标 下面这个的话也是一个空白字符 下面这个的话就是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啊 那个名字以及这个他的下标对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什么呢 要从当前这个下标下面啊 呃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开始继续往下面找对吧 从从我们这个info这个列表当中18192021这样再去把下面的这些演员的信息把它给提取出来 对 那么我们就啊 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再去便利一下这个info这个列表啊 那么的话就是for infor那个什么呢 in啊那个 呃 actor in什么呢 in我们的这个info 然后我们是以那个 呃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不能使用这个不能这样去便利 我们只能怎么去便利呢 我们这样只能通过那个啊下标的方式去便利啊 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到那个range那个行数 好吧 这个地方的话给个s啊 然后这个地方是那个range啊 看下标的话就是从当前这个下标开始 就是从这个index开始对不对 然后我们从那个下标加1开始 因为呃 因为现在这个info的话其实已经包含了那个什么呢 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个呃第一行的这个数据 就是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个数据 对了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个数据 所以的话我们就从下面这个地方开始便利去 那么的话就是从当前这个下标再加升1开始往下面走啊 那么的话这个地方写个什么呢 呃写个比较大的一个值啊 写个比较大的一个值 比如说写个100吧写个100啊 那么的话我们为什么这地方写个100呢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个演员对不对 所有的话我们这地方的话只能让他尽量比较大一点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就判了啊 根据什么呢 根据啊 根据如果你出现的这个简介的话 我就停止便利啊 我就停止这个便利啊 我就停止这个方形怀对吧 我就停止这个方形怀啊 好 那么我们啊 这样吧 这个时间也讲的比较久了啊 这个时间也讲的比较久了啊 那么我们这几课就是说 或许这个演员这个信息 我们就放到下几课来跟大家讲啊 这个的话确实是一个重点 确实是个重点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几个人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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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